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赛第一回合就以四连败遭到密尔瓦基公路队淘汰 赛尔蒂克队则是在第一回合以一胜四败遭到输给布鲁克林兰网队 热火队在这场比赛再次领教对手的窒息是防守功夫 三次和对方平手 四次相互领先 五名先发球员只有四人得分 其中二人的得分为双位数 替补六人收获38分 其中一人得分上双 最大领先差距7分 篮下得到40分 快攻得到5分 有12次失误 因此失掉14分 赛尔蒂克队在这场比赛 五名先发球员有三人的得分为双位数 其中有二人至少获得22分 替补八人收获19分 个人最多得到25分 最大领先差距23分 篮下得到36分 快攻得到13分 有15次失误 因此失掉17分 热火队在上半场表现不佳 团队48次出手 投篮18次命中 命中率37.5% 三分球21次出手4次得分 命中率只有19% 全场有多达94次出手投篮机会 但是只有30次命中 命中率31.9% 三分球45次出手7次得分 命中率只有15.6% 而塞尔蒂克队在上半场团队34次出手 投篮13次命中 命中率38.2% 三分球16次出手4次破网 命中率25% 全场71次出手投篮33次命中 命中率达到46.5% 三分球33次出手10次破网 命中率也有30.3% 塞尔蒂克队的中锋霍福特 Alfred Joel Horford上场39分钟20秒 独得16分 8次出手投篮5次命中 三分球3次出手2次落空 罚球7次出手5次命中 还有7个篮板球5次助攻 一次抄截2次火锅 组织后卫石马特 Marcus Osmond Smart回阵之后 先发上场23分钟42秒 得到5分 5次出手投篮一次命中 三分球3次出手2次落空 罚球2次出手都命中 还有5个篮板球4次主攻 球队的得分后魏布朗 Jalen Marcellus Brown和小前锋泰托姆 Jason Christopher Tatum仍然是得分核心 泰托姆上场44分钟25秒 独得22分 20次出手投篮7次命中 三分球8次出手2次得分 罚球8次出手6次命中 还有12个篮板球9次助攻 布朗上场39分钟50秒 收获25分 为全场最多19次出手投篮10次命中 三分球9次出手5次得分 还有4个篮板球 一次助攻一次抄截和一次火锅 热火队的67寸小前锋巴特勒 Jimmy Butler 3上场40分钟21秒 只得到13分 先发中锋阿德巴约 Adris Fimi Adbier上场38分钟20秒 得到全队最高的18分 彭广扬 2022年5月26日